很多人呢都喜欢问我 老师早上喝的阴阳水到底是什么水 那可以跟大家分享 因为这个我已经喝了几十年了 因为我30岁就学中医 那中医道家养生就有提到这个阴阳水 那阴阳水呢除了是古代的这个中医道家 还有学艺学的他们都是喝阴阳水 那我就来简单讲一下阴阳水 那阴阳水呢通常早上刷牙完之后呢 我就会泡一杯阴阳水 那首先呢我会先用一些玫瑰盐 我不建议用家里的精盐 我建议你特别去买一个玫瑰盐或者是盐盐 然后你可以选细盐的部分 那这个细盐呢就是一小瓢一点点的盐 放到杯子里 然后就用滚烫的开水大概冲了一半 然后再用煮过的冷开水再冲一半 这样的情况下呢就可以完成一杯阴阳水 当然夏天的时候你可以热水少一点 冷水可以多一点 就是按照你自己的喜好 那刷完牙之后呢慢慢的喝这一杯阴阳水 那我觉得它对我有几个帮助 首先呢是一个水分的补充 因为每一个人在睡了一个晚上 都会有一些排除一些毒素啊 排除一些汗水啊 所以呢早晨的这一杯阴阳水呢 因为它又是温的 所以呢除了可以补充水分呢 它可以唤醒我们全身的细胞 尤其它可以让我们从嘴巴喝下去的整个牙齦 一直到我们的这个喉咙 然后我们的这个食道 一直到我们的胃 都感觉得到一个非常的温馴的照顾 一方面唤醒他们 欸起床了哦要工作了 一方面呢也是给他们一个礼物 其实我们的身体呢大概就是36.7 36.8 大概是这样的温度 所以你如果可以喝一杯 类似大概40度左右的水 在我们的体内呢 也可以很快的提升我们的身体细胞的产能 可以增加我们的生活代谢 可以让我们很快速的 就会想要上厕所 那如果你每天早上都有定时 上厕所的习惯定期的排便 那自然而然你体内的毒素跟废物 就不会存留很多 那当然你的皮肤就比较容光快发 而且你的精神也会比较好 那我通常喝完这一杯 这个阴阳水之后呢 我会去拜拜啊 做大礼拜瑜伽啊等等 完了以后我才会吃早餐 那因为我已经喝了一杯 这个至少有300cc的温开水了 那所以当我在吃早餐的时候呢 我的肠胃是比较舒服的 而且也不会一下子吃进太多的东西 所以这一杯温开水呢 一方面呢可以降低一点点你的食欲 那再来它可以换起你的肠胃的功能 可以说一举而素的 大家也可以试试看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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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